6兆瓦、10兆瓦、13兆瓦、16兆瓦 多个风电行业之最 在从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走出 记者日前走进福建福清新化湾 实地探访我国海上风电原创技术测源地 记者在福清新化湾看到 59台百米高的风电机组 正迎着呼啸海风急速转动 正在海上巡检的蔡政伟 是福清新化湾海上风电厂的一名工程师 他见证了风电厂的从无到有 这个风电厂第一台风机建设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当时第一台风机还是5兆瓦 短短的几年时间 从5兆瓦发展到10兆瓦投运 然后到现在的16兆瓦已经下线了 就感觉海上风电的发展是飞速前进 在这59台风机中 有45台大功率的风机 是来自紧邻新化湾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 国际产业园 包括亚太地区 目前已投产发电单机容量最大 全球第二大的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当记者来到产业园时 负责人雷增卷很热情地向记者 介绍着现场的各种高端装备 别看现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大国重器 而就在五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海水和沙漠 雷增卷告诉记者 建源初期非常艰难 作为国内首个风电产业员 既没有海上风电的施工经验 也没有海上风电的装备 连一艘施工船也没有 经过短短五年的发展 如今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 已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原创技术测源地 形成了风电整机 发电机 叶片 塔架 钢结构建等研发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目前产业园的产品 不仅广泛应用于我国海上风电开发 还销往英国 埃塞俄比亚 土耳其等一带一路国家 那么下一步我们还想在技术上 进一步强烈补电 让我们的海外风电 这个专门的产业 这个生产的更完美 那么产业更长 将来让中国海盗风电 相对完整的产业 然后对着附近 走向全球 感谢观看